大家好,又是今期流行的時間 如果大家經常都會在手機上聽歌的朋友 相信會對Spotify這個串流平台不太熟悉 12月開始,在1號那天 Spotify這個串流平台公佈了2022年的年度回顧排名 亦公佈了各地區最高串流的流量歌手 專輯、歌曲、播放、清單和Podcast的排名 歌迷亦可以透過特設的歌單了解香港人 在今年收聽的趨勢和喜好 相信這個年度裏面透過總結和回顧 多多少少都可以了解到到底有哪些歌曲很受歡迎 Spotify在全球四億五的用戶裏面 亦都看到數據 統計出2022年度最受歡迎的廣東歌歌手最高串流量 在首五位內有姜濤、Ian、MC、張天賦、張敬軒 以及Anson Lo、盧瀚亭 姜濤除了榮登最受歡迎的廣告歌手寶座之外 亦都在最高串流歌曲內的首五位包辦四首 真的非常之厲害 大家都知道這個Spotify是其中一個要收費去聽歌的串流平台 其實在香港一般來說聽歌有六大平台 包括了剛才所說的Spotify、Apple Music、KKBOX、MOV和JOOX這個串流平台 其實大部份的串流平台都需要付費 即是說如果你能付錢去聽的話 一定是你的心頭號 多多少少從數據都可以看得出實際的受歡迎程度 之前都經常說 無論你一年尾的任何一個頒獎禮都好 各個個台都有自己的喜好 可能有自己捧的歌手 或者有捧的一些唱片公司等等 但是這些串流平台就很公道 尤其是像現在所說的Spotify 其實它是全球性的串流平台 它就不止香港 其實它的一個年度回顧 亦都有歐美澳各地 早排的台灣 今次我們就跟大家去報道一下 廣東哥這個回顧到底有些甚麼歌手上榜 首先就在香港最高串流的歌手裏面 其實藍歌手裏面 第一名就是剛才所說的姜濤 阿姜是第一名 第二名就是他們MIRROR的成員 這個陳卓妍Ian 第三位就是MC張天賦 第四位就是掀公張敬軒 以及第五位就是阿Lo盧漢廷 即是五大最高流量的歌手裏面 有三個是小鏡子 亦都反映到MIRROR現在在樂壇 他們的影響力真的非常之厲害 至於香港最高串流流量的女歌手 即是香港地區 第一名就是Tella Swift 即是說這麼多年來 他的歌曲都相當受到 尤其是年輕人的喜好 我想他是繼之前的麥當娜 Bernice Swift之後 基本上這個年代都是聽他 即是歐美來計 第二名就是Janice 惠蘭 第三名就是Joey 容祖兒 第四名就是Avina Grandy 第五位就是鄧紫琦 至於最高串流量的歌手 亦都一樣跟男歌手的排名一樣 分別就是姜濤、陳卓妍、MC張天賦 張敬軒和Alolo Hunting 即是說他們這五位歌手 是贏了女歌手相當大的距離 即是說男歌手也是這五個 全香港最高流量的排名 亦都是這五位人兄 絕對就是數據反映一切 至於組合方面 最高串流流量的組合 第一名就是防彈少年BTS 第二名就是我們香港代表Dear Jane Dear Jane也是香港的歌手排名最高的一個 第三名當然就是Black Pink Black Pink是全球性的 他在香港受歡迎都很容易理解 第四名就是Yoshobi 即是之前KOLA唱的那首歌 那首Gonna Go 說是拆疑似抄襲的日本的組合 就是他 第五名也是我們香港代表 即是網上KOL 非常受到大家喜好的My Little Airpods 亦都打入頭五名 至於專輯方面 最高串流流量的專輯 第一名就是林家謙的Seven 第二名就是防彈少年BTS的Proof 第三名就是洪家豪的專輯Learning Curve 至於第四名就是創作歌手Ed Serwin 他的專輯等於 第五名也是我們本地的土豪 即是Galaf Tea 即是湯令山的To Be Honest 這五個單位 就成為香港最高串流流量的專輯頭五名 至於歌曲方面 最高串流流量歌曲 第一名就是姜濤的鏡中鏡 第二名就是姜濤的Dear My Friend 第三名就是姜濤的作品的說話 第四名就是Ian陳卓妍的劉一天與你喘息 第五名也是姜濤的Mastercast 即是說 在香港2022年 他們的統計裏面 頭五名最多人去聽的串流歌曲 有四首歌都是姜濤 真是非常之厲害 即是用作品說話 這幾首歌真的可以說是姜濤的天下 另外打入頭五名的就是Ian 都是MIRROR的成員 真是非常之厲害 至於香港最高串流的KPOP歌手 即是韓星方面 第一名就是BTS 第二名就是BLACKPLANE 第三名就是TWICE 第四名就是IU 第五名就是Seventeen 其實都非常之靜勞 這幾年裡面 你聽KPOP 你不聽BTS 不聽BLACKPLANE 不聽TWICE 都不知聽誰 反而IU在這幾年 就開始聲勢 就沒有之前那麼厲害 今年都打入頭五名 聽節目的朋友 如果你沒有經常用手機來聽歌 可能你對Spotify比較陌生 其實這個也是香港其中一個 差不多是最受歡迎的聽歌的APP 或者叫串流平台之一 如果是年輕一點的一輩子 我相信你不聽Spotify 我都不知你用哪一個 要不就是Spotify 要不就是KKBOX 最多你可能在YouTube下載一些歌 來來去都是這幾個 或者JOX都是最受歡迎的 見到姜濤能夠成為最高流量的歌手 藍歌手 還有最高串流的五首歌裡面有四首都是他 你說現在深受年輕人 或者在串流平台聽歌 聽來聽去還不是姜濤的天下 即是這個數據就反映了阿姜 在大家心目中的地位和受歡迎程度 這件事就沒得騙人 今集跟大家講 關於Spotify的年度回顧就講到這裡 有什麼意見隨時歡迎留言和我們分享一下 我們下集再見